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走 我是孟琪 宪明风暴持续延烧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改第一时间 火速切割的说法 他昨天晚上是改口承认 当时就是国民党执政 当然要由国民党来负责 而3Q立委陈伯伟的罢免案 倒数4天了 赖清德发文力挺 而小英总统会不会到台中来声援呢 蔡奇昌说有可能哦 不过蔡总统昨天晚上动怒了 他是发文强调要来遏止科技犯罪 因为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小玉 居然利用一个换脸的软体 合成了很多的不哑片 不止演艺圈众多的女星受害 政治圈的高家瑜黄洁也遭殃 网红借此还削了上千万 我们的法律有办法约束吗 我们稍后回来一起来讨论 我们要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邀请到第一位 是民进党新北新议员戴伟山 莫西好大家午安 再来介绍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邱志伟 莫西好大家午安 左手边邀请到的是前卫生署署长图醒哲 莫西好大家午安 好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 温生温大哥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 现在全民拼降级高铁也即将要开放 自由坐楼一起来看完整的报道 本土境外都是零 加上没有染疫死亡 三菱好消息让全国乐翻 直播中心顺势宣布放宽大众运输饮食 就从19号周二开始 全台客运转运站 海空运厂站除了入境旅客之外都开放饮食 机场的这个环境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目前是95.6%的员工都有施打疫苗 入境旅客的动线是完全被隔绝开来的 所以这边不会有入境旅客到美食官场来消费 今天能不能带佳麟一起来看现场的记者会 好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的疫情的状况 那今天有一位本土的病例 那五位境外移入没有死亡的个案 那这一位本土的案例是在新北市 那他是60多岁的男性 那因为10月16的时候 有出现发烧等等的症状 那10月17就医採检 那时候的这个採检结果是阳性 那CT值是33.1 那他的IgG跟IgM都是阳性 但是后来我们有后来医院端有 採检了两次做PCR的检测 那两次都是阴性 那所以就已经判为这个确诊的个案 那卫生单位呢也已经匡列了12位的接触者 有四位我们列为居家隔离 三位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五位列为这个自我的健康监测 那后续的状况我们会再持续来做追踪跟处理 那另外今天五位境外移入的部分 有四位是男性一位女性 那年龄是介于10岁到60多岁 分别来自美国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菲律宾马来西亚 这几位 那另外 另外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在国外接种疫苗的部分 你如果是在我们在国内的部分 只有在国内接种 会登载在我们的黄卡上面 就记录的黄卡 这个只有你在国内接种疫苗的部分 会去做接登录 那你在国外接种的 只要是符合WHO核发的 EUL的部分 那 回来你跟卫生单位做通报 那我们就会在NICE系统上面去做登载 那黄卡上面所记载的 只有你在国内接受接种的部分 才会去做登载 所以这一点要跟大家来说明清楚 那另外是有关于工会疫苗 第12期的第一阶段 那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就第一 第12期第一阶段 A例 我们先看右手边A例的部分 那 第一栏是地方开设接种的量 第二栏是符合预约资格的人数 那我们会先就符合预约资格的人数 先跑出来 那先让地方政府知道 好做这一期的安排 所以先有 先有中间这个栏位 就是符合预约资格人数这个栏位 才会有地方去做开设接种量 的部分 因为他先知道 有预约资格的人数 然后知道了这样的一个量能 之后才去规划 我在这一期 如何去做接种量能的安排 所以大家看 A例的这一个部分 以台中市来讲 那他符合预约资格人数的 有 十万五千四百七十七位 所以他就会去做量能的规划 他就会规划出十万 五千九百六十个可以去做接种的 大家看第二位 第二高雄市的部分 他预约资格的人数是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七位 那他规划出了九万五千五百零七位 那所以他的这个接种 那我们过去看起来每一次预约的部分 大概都在八成上下 都大概在八成的上下 大概这个是 那大家看左手边 BNT的部分 那一样这个栏位上的这个给大家做参考 的部分 一样的安排 一样是先符合预约资格的人数 先跑出来 然后给地方政府去作为这个规划 接种站的这个量能的安排 所以像低牌 高雄市的部分符合预约资格 的人数是十四万五千四百九十位 那他安排的接种量能是十二万四千八百二十九 所以他的接种量能就可以达到 88.82%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接种量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让大家看到 我们目前在我们以六都为例 把这个这样的一个量能跟人数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好 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先到这边 然后看各位媒体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地方 市长好 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 接种量能表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像是以北市来看的话 其实好像他的预约资格跟他的 地方开设量能好像是其实是有一个落差的 那这是他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吗 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看这个他们地方开的量能 因为各地方的医疗量能 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其实应该都可以符合我们现在符合预约资格 的人数 应该都足以来因益 所以我们过去最高 曾经一天达到将近40万 全部 全过 那我们从过去 因为这个不是现阶段才正能做运作 我们从开始开设1922的预约平台 就是依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方法 基础下去做运作 就是先跑出这一期 可以符合的符合接种的人数出来 那提供给县市政府地方政府去规划 他的接种量 无论他是在医疗院所 或是他来规划大型的接种站 那都是依照这样的一个基础去做安排 所以我相信 我们相信地方政府应该以现有的这个我们 现在跑出来的符合这个数 因为现在接种第二季的也好 或是第一季 其实都是在之前施打过 那应该在这个量能上 我相信在地方都可以足以来因应 跟做妥事的安排 副主好 想要请教一下有关第二篇新闻稿 是想问一下说 如果已经有补有登入黄 卡的这个民众 他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法则吗 那对于核发的这个机关也会有一些 陈储吗 那另外是想说 因为有蛮多民众 其实是有这个出国的需求 那他如果是在国外已经完成接种了 那接下来出国需要接种证明的话 怎么办 不是 你的 黄卡你的问题那个登录黄卡是谁 登录黄卡 就是你要不要把问题讲清楚一点 就是取得黄卡 然后上面也有载明非国内有开放接种 疫苗的这个民众 然后以及核发的单位 比如说卫生所 那或是地方的卫生局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些发折 这个部分我们再请卫人局这边再去厘清 那有时候是这个民众他可能就是 就是一直希望这个卫生单位能够开 开立这样的一个证明 那我们对于 所以我们特别用这个新闻稿来澄清 就是说 就是从国外回来的 如果你接种的疫苗是列在世界温 组织所认可的这 6项的疫苗的话 那我们都会把它 登录到我们的预防接种系统 但是 没有办法再记录到我们的 这个黄卡上面 那如果说未来这个如果说你先前 比如说在 中国这边有接种了任何的这个 这任何的一个这个两种的这个疫苗 其中之一的话 那你如果要出国旅行的话 你就要带着在中国这边有打的这个 疫苗的接种记录 那还有在台湾可能也有接种了一个疫苗 记录 那你这样才有办法去去去做任何 不然就是因为你在这个黄卡上面 他没有办法确认说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在国外有打过疫苗 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部分 以上 黄卡只有在我们只针对在国内施打 接种的来做黄卡的记载 那一样的你在其他国家就应该是在 你施打的国家去申请黄卡的接种记录 副所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今天公布的本土确诊个案 他的职场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环境 那我们目前来说的话 相关的人员的一些情况 还有他个人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 这一位是60多岁的男性 那他是从事这个就是工务方面 工程的工 工务方面的工作 那事实上工务方面工作的接触人员非常的少 那经过我们的疫调呢 目前是只有他的一位朋友 那这朋友跟他工作上也有接触 以及有三位的这个就医的接触者 需要被列为这个居家隔离 那其他相关的人员就是列在自主健康管理 或是自我健康监测 那就是因为他现在目前其实是发烧的症状 目前是初步诊断为这个双侧的肾脏有发炎 然后跟这个COVID-19可能是没有关系的 那也是还需要住院做治疗 所以目前疫调还在进行当中 希望等到他 比较能够跟我们再回一起一些更多线索 的时候 再来取得更多的资讯 那当然这个警政协讯这个部分 也已经在进行 他本身在7月14号 有接种过一剂的莫德纳的疫苗 还没有接种过第二剂 那这个CT值因为很高 那后续两次裁剪 也是阴性 目前从这个病毒量很低 然后又迅速转阴 这样其实看起来 研判比较可能还是一个 就是先前也许感染过 但是未曾有机会确诊 那现在处于一个阴阴阳阳复阳的阶段 好 今天本土是新增1例 在新北市 另外境外是有5例 好 没有办法延续像昨天 这样这么好30的记录了 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台湾整体的疫情来讲 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稳定 所以从今天10月19号开始 全台湾的客运转运站都已经开放饮食了 海空运厂站 这也包含了这个机场 除了入境旅客这个部分之外 其他通通也都开放饮食了 那另外就是高铁从11月8号开始也要来全面开放自由 做了好 看到这些管制措施越来越松绑了 想要赶快来请教我们这个图署长 现在是不是真的像阿中部长讲的 我们距离一几的时间可以这样说 他说距离一几时间已经蛮逼近的 请教署长 其实像台湾这样子的这么好的疫情控制 在北的国家老早就已经没有急了 我不是一急 那因为我们台湾人 就有点怕死 然后我们又很担心疫情的爆发 所以坦白讲 我们的作为 全世界是相对太严格的 像新加坡 一天还一两千个 他们老早就已经很多都可以了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 我是赞成全市总讲说 这样一个时间近了 其实是应该老早 很多人都在想 应该要早一点就可以了 那当然早一点可以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对于现在有两个 一个就是不能出国这个部分 很多中小企业 或是甚至大企业 不能出国做生意也很麻烦 因为有时候记民三文情 你总不能永远用在私信的 你知道吗 那所以大家很想出国 那外国现在有很多地方 又可以引起你去了 那也相对安全了 那人家要来玩的 也不敢玩 我们要出去的 回来还要关十四天 大家也一直有在这个抱怨 做生意跟玩都没有办法 第二个在国内 这个太紧张 也不能吃喝玩乐都不行 所以这个开放一些 我相信是大家都共同期待 对 现在慢慢在松绑 问题是说可不可以 坦白讲是可以了 因为我们现在最近找到 像今天找到的那一个 那CT指揮三十几 那而且他还有IGM IGZ 表示这个是又撈到就案了嘛 那为什么就案没有继续散布 出气 为什么要撈到就案 我们就安心一点 但是因为从这一波五月到现在 大家可以知道 这完全是我要特别感谢 我们臺灣的人民 真的是配合度又高 那对这疫情的了解 又很懂 所以我们可以说做得很好 完全不是疫苗产生的效果 疫苗开始有点小效果 但绝对都是我们三级二级警戒 大家 大家同桌共同期 大家帮忙 这一波完全是这公共 卫生作为下来的 不是疫苗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疫苗 赶快打到一个程度 可以更自由 不过这个公共卫生作为 能够这么成功 全世界真的是拍手 简单是我们打败两次的病毒 去年打败一次 今年再打败一次 尤其今年 全世界已经在流行 但是他还是我们还是打败 靠什么 靠公共卫生作为 所以未来 我不 我是非常赞成 要开放快一点点 但是政府 中央政府 继续这样做就可以了 但是地方政府 我要真的特别拜托 因为一定要早期 发现一些可能漏网的 因为有无症状感染者 他通常有症状 就趕快调查疫苗 匡列 隔离 检疫 一定要做得非常好 不要都是靠人民 那人民继续做目前的做法就可以了 然后稍微更轻松一点 可以吃喝玩乐 可以坐高鐵游位置 但是不要把口罩拿掉 不要说不起手 不要说用手去摸眼口鼻 那不要说见面先 就清一下等等 这种密切结束 还是尽量减少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巩固 那我相信这样子大家比较有信心 就会越来越开放 那我希望开放快一点 而且我日冷也说没有问题了 真的像署长说 这真的要感谢 全国的民众 大家都一起配合防疫的措施 我们现在台湾的疫情距离降回一几 真的可以说脚步已经非常近了 我们稍微来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来要赶快来看的是 献民的风暴席卷整个政坛 朱立伦第一时间是火速切割 不过昨天晚上呢 他的回应呢是改口了 他终于承认当时就是国民党在执政 那当然就是国民党要负责啊 我们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感谢观看